行善布施是修佛德 而布施之后不执着 则是做功德 学佛许有正知见 修行布施才有其功德意义 慈密法师说 对于了托生死一世 就像一座桥梁 可以让受苦众生 顺利地度过解脱彼岸 因此举办法会说法之人 适用法布施 让众生闻法后 能心开意解 得清净法系 因此布施者 犹如人间菩萨般 祈福德不可称量 那每个宗教的祈福方式 还有操见的方式 都多少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说 每个人的因缘法缘不同 这些无形界的众生 也是有各个宗教不同的信仰 然后希望结合 这些不同的信仰科医 能够不有缘的这些游民众 能够让他们脱离三二道 我们也有对增赐所有全世界的 不管是风灾水灾 还是意外伤亡 尤其包括像是高雄市 山多路这个气暴的部分 还有我们所谓的澎湖的航空的部分 不管全世界的灾难的一个部分 师父也都希望说 能够对这些往生者 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那也希望说在世的人 这些能够存活下来的人 能够保存一个感恩的心 不管是在这个活动当中 还是说在世界上的 每一个角落的一个志工的部分 那师父在这个部分 也是教导我们说 不只帮助有形的 那也帮助我们所谓无形的幽民众生 能够有所提升 欲救度幽民众生 失实的因缘殊胜 借由大众的诵记 执事为新的法门 可以令诸鬼受持三规 礼佛拜颤 文法受识 同德解脱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采访报道